地球在哀嚎 你听到了吗 接连不断的致命天然灾害 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但是各国承诺的减排力度 依然不足以防止气候灾难 海洋研究人员在发出强烈的警告 直北极的海滨正在加速融化 预计30年内就完全看不到一丝冰盖 此外南极的海滨也在急剧减少 不少冰位物种正在走向灭绝 情况不容小去 德国阿尔弗雷德伟格纳研究所 每隔两年就会派出小组人员 到北冰洋考察 追踪北极圈环境的气候变化情况 以及海滨面积逐渐缩小 对生命构成的影响 悲观的是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监控力度不足 海洋学家预计 北极海滨只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也就是30年内就会完全消失 后人再也看不到北极有冰盖 专家也推测 按照目前的形式 世界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可能会突破2015年 巴黎协定要求将全球温升限制在 不超过摄氏1.5度的目标 甚至还会超出两度 最糟糕的情况不止出现在北极 考察团队也发现最近几年 南极的海滨也在急剧减少 而且速度非常惊人 科学家点出 黄帝气额赖以生存的海滨面积 不断缩水 将导致这个冰危物种 繁殖失败 继而总向灭亡 为什么是 Antarctica这么快速 这种课程继续继续 会我们失去海滨的水泰在那种程度 如何我们可以阻止 是它反应的 是它反应的预备 还是是海滨的水泰在河内 并且是有所长的 而是它发生的 地球在痛苦的哀嚎 全球气温不断上升 各种致命的天灾从未停止 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需要更主动的维护环境 否则到头来吃亏的 还是人类自己 马斯射电视综合报告